大自然各种生物为了在弱弱强食的世界中生存 都演化出了一套属于自身的武器或防御 目的我不就是希望能在强敌环似的环境下生存 但生物界有种现象 确实在生物死后才会发生 而且威力还十分惊人 一不小心可能靠近的生物就会被送上席天 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施暴 在自然界各种生物都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现象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最主要就是当生物死后 肠胃中若有大量的食物 死后肠胃中的食物、器官和组织开始发生腐烂 细菌会快速扩散 分解生物尸体内的各种蛋白质 进而产生大量的气泡 这些气体包含了甲腕、硫化氢以及氨 于是生物的尸体就会膨胀异常 直到外力揭露像是刺破或咬破 那么大量压力下的气体从身体里释放 就形成了爆炸现象 这段影片中非洲一群狮子正准备去分食一只 弃绝多时的河马 没想到已经弃绝的河马即使死了 能给予狮群最后的逆袭 大量的气体突然从身体喷出 狮群也被吓得不知所措 不过这都还好 只是小规模的释放 而自然界中最恐怖的狮豹 莫过于是深海中的鲸鱼了 如果在海岸上看到被冲上岸的鲸鱼尸体 千万不要轻易靠近 因为那可能是个大型的生化武器 一不小心可能会被炸的飞天 鲸鱼虽然生存于深海中 但它们是哺乳类动物 它们巨大的身躯 使它们成为海洋生态系中 非常重要的一类生物 只要是生物都会经历生老病死 鲸鱼当然也不例外 如果在海洋中鲸鱼死后会沉入到海底 这种现象被称作为经络 向来有种说法为 一经络万物生的说法 这是因为鲸鱼的体型很大 鲸鱼的尸体沉入海底后 会很快的引来茫蔓、碎沙、深海蟹等 深海鱼类的撕咬 大概90%以上的软主子会被吃掉 不仅鲁齿、鲁蚌、鲁虫和盲虾 还会再吃掉剩余的残渣 海洋中的细菌等微生物 会吃掉金的骨头 这些骨头含有60%的脂肪 它们消化这些脂肪后 会制造出硫化氢 硫化氢可以被其他海洋生物 转化为能量 供它们自身的生命活动 因此一座鲸鱼尸体 就可以供应一套 以分解者为主的循环系统 长达百年 真的是造福海洋万物 但并非每一头鲸鱼 都能完成对生命最后的馈赠 它们其中有的会漂浮上岸 最终搁浅而亡 大体不光会皮肤泼弱 衰竭窒息 还会头部跟身体膨胀 更恐怖的是 当尸体腐败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巨大的生化武器 一旦爆炸 鞋肉很飞 恶臭失忆 威力十分惊人 常住在海边的人都知道 如果有鲸鱼因为搁浅而死亡在海滩上 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因为鲸鱼肠道内的微生物 会将鲸鱼的内部分界 产生大量的气体 充斥着鲸鱼的身体 而由于鲸鱼本身属于深海动物 身体抗水秧的能力非常强 所以鲸鱼自身的组织和皮肤 是可以承受很大的气压 进而导致鲸鱼体内 可以充满大量的腐败气体 此时的鲸鱼 就像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 随时都可能被引爆 而这就是金爆 而这种金爆的威力 是非常恐怖的 其中比较有名的一起事件 是发生在美国奥勒冈州的奥勒冈事件 1970年11月9日 一头体长14公尺 重量估计为8吨的磨香精 搁浅在奥勒冈州的佛罗伦市海岸 这当然引起了众人围观 当时赶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是当地的交通部 但他们处理鲸鱼尸体的手法非常不专业 与美国海军协议后 结论认为 以爆破岩石的方式处理晶体最为合适 他们原本的设想很美好 就是利用炸药把鲸鱼尸体炸成一块块的小尸块 大鲸鱼尸体不好挪动掩埋 如果顺利爆炸将其分解 说不定附近飞过的海鸟看见了 就过来把这些尸块给吃掉了 也就不用再去收拾残余的部分 如此省时省力的方案 简直是堪称完美 但事情 真的有想得这么简单顺利吗 11月12日 所需的半顿炸药已备妥 包括作业负责人乔治桑顿 信心满满的表示 这个计划一定会顺利成功的 海山上聚集了大量民众 甚至还有正在开车的人也停下车 想要观看这一辈子都难得一见的场景 交通部想着 爆破经于这么难得一见的场景 怎么只能让一点人知道呢 那得让媒体过来进行全国直播 这样一来交通部的形象 和相关人员的政绩 都能在上一层楼 简直是一举两得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爆破之后的结果 然后所有人都傻了眼 他们错过了爆炸的范围 爆炸范围远远超过原本预估的想象 并且计划中的鲸鱼尸体 被炸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场景没有出现 鲸鱼胃离残留的血液和内脏 被炸得像天女上滑一样 喷射得非常远而且非常高 爆炸导致石块冲向沙滩边围观的人群 其中一块甚至还砸坏了一位退伍军官刚买的新车 简直是飞来狠祸 但鲸鱼大部分的身躯依然往好 交通部还得留下来收拾上后 在新闻最后主持人播报说到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 仍可能会再度发生鲸鱼搁浅事件 但我们至少知道什么应该做 而且一定会记得什么不应该做 一般的惊爆事件 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海边 当然是因为鲸鱼尸体都搁浅在海岸的关系 但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罕见的 在市区发生的惊爆事件 而且发生地就在我们台湾 2004年1月 一头雄性的抹香精 在台湾云林县台西乡的海岸搁浅而死 据推估这头搁浅的抹香精 伸长约17公尺 体重将近50吨 而它也是当时台湾地区发现的最大鲸豚类 这是难得可以解剖研究的机会 时任国立成功大学生命科学区的王教授 原先计划将进入运至 位于台南市中心的成功大学校内解剖研究 但在校方拒绝后 转而一致试交 可是光是将它移动到大卡车上 就整整耗了13个小时 不仅启用了平板卡车 还动员了3辆起重机 50多位工作人员 为了怕对民众造成影响 运送的时间特地选在了凌晨10分 但仍然有很多市民前来蹲守在途径的地点观看 他们想要一睹海中巨兽的风采 但事情没有这么顺利 在路途中呈现半腐败状态的金师 开到台南市中心西门路小北夜市附近时 突然发生自体爆裂 这爆裂的程度一想就知道非常壮观 周遭的商店 目击者及车辆 全部都被鲸鱼的鲜血内脏给击中 现场光用听的就知道是多么的臭 空气中弥漫的令人作偶的丝臭味 就像下了场恶臭的鲜语 好在没有人因为这突如其来爆炸而受伤 市府也紧急派出清洁队 持续消毒收拾上后 大约花了半天的时间才清扫完毕 这次的惊爆事件举世轰动 也吸引了各国记者与科学家的前往台湾 毕竟在人来人往的都市里 发生惊爆这种事实在是太罕见了 BBC也访问当地的居民 民众抱怨的说 真的很恶心 整条路都是喷出的血跟内脏 事后有关学者调查研究后发现 这次鲸鱼发生爆炸的部位 曾受过船只的撞击 这直接导致鲸鱼在海滩边搁浅而死 以及该部位承受不了体内腐败 产生的气体压力 从而产生爆炸 国家地理频道 甚至曾为此次制作专题 掠食者犯罪现场 惊爆之谜 虽然鲸鱼最后爆裂了 但学者并未放弃后续的解剖研究计划 一年后王教授 利用鲸鱼的遗体制作谷歌标本 安装后的标本与内脏脏器 则在2005年4月8日起 在四朝的台江金屯馆展示 有人好奇为什么鲸鱼在海中死亡不会爆炸 可能的解释是 各种捕食者撕咬鲸鱼的尸体 产生有利于排放气体的小孔 不过由于处于深海地带 具体的原因更为复杂也不好说 此至今日巨估 全球每年至少有2000起 各种鲸类的搁浅事件 为了避免爆炸事故的发生 救助人员会对无法救治的鲸鱼 死死安乐死 其中绝大部分是雌鲸 尤其是贫比海豚 和长枝领航金这类中小型雌鲸鲸 属于须金木的蓝鲸 也并没有因为体积最为庞大的幸免 而针对那些已经死亡多时 且肿胀严重的金师 各国人员再也不敢轻忽眼前的难题 毕竟他们面对的可是地球上 威力最恐怖的生化武器之一 我是Jester 我们下次见